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首先祝福大家在这疫情中 大大经历神的祝福和平安 还有继续来一起跟随神 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都在跟着我们成岛的进度 我们刚刚读完四世纪 整犬书 昨天早上就读到四世纪 最后一张二十一张 那刚好昨天呢 牧师师母就召聚 所有香港的中午牧者 我们香港的六一分堂的牧者 我们一起开会 一起进入这接下来的 有四十天的进食祷告 就是这么刚好 我们读完这卷书 就有使徒的召聚 而且告诉大家 同一天在台北 我们的母堂 也召聚使徒的聚集祷告 所以昨天牧师一边参加台北 领良堂的使徒会议 一边在这边又带领我们在香港的 六一的使徒会议 是不是 牧师觉得是不是真的很恰巧 大家好 昨天真是一个很恰巧很恰巧的时机 台北市徒网络 对 招聚使徒会议 一年是两次左右 刚刚就是昨天 对 二月二号 对 二月二号 还有我们 昨天有刚刚的支持 已经计划了 招聚香港我们中分堂 我们在香港其实已经有三个分堂 继续我们有总共四间六一一 对 我们是第一次这样招聚分堂的主任牧者 来到我们当中 和我们一起开策展会议 就是最重要的核心会议 好 感恩呢 我们真的觉得真的走在神的带领里面 怎么会这么巧 台北那里又开会 这里又开会 但也都因为有Zoom 不需要实体 所以我去两边走了 对 而且是二月二号 星期二 对 我不需要飞去台北 我在香港跟他们开会 另一方面 一开完就立刻可以参加这一道 我们自己的会 我觉得真的很好 神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是一个使徒教会 我们是仲使徒 一起来招聚和来商讨 而今次我们商讨的 我觉得神给我们印证的 就是我们用两个会 双重叠的日期 来印证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对 而且是早上你刚刚分享了 四世纪最后一章 第二十一章 而且信息是非常非常扎心的 我要说我们那个内容 其实就是说四十日禁食 我们怎样去做呢 是啊 四十日禁食祷告 为到疫情祈祷 为到神的同在祈祈祷 为到香港祈祈祷 为到列国祈祈祷 甚至为到我们自己祈祷 作为祭司立位人 是啊 我们自己真的有很多需要 为到我们自己祈祷 我觉得神真的肯定我们 是 要进入这个四十日禁食 还有不单止我们 今次我们的招聚 也都是说 让我们香港所有分堂 都一起和我们来 进入这个四十日禁食 这个又是第一次来的 对 过去都是我们自己 这个地方禁食 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同工 我们没有推到分堂 现在我们会推到分堂 那我们大家一起 为到香港 为到整个世界 是 为到弟兄姊妹来禁食 祷告 是 我觉得是 神很好啊 这样 真的 跟母堂的时间 开会时间一起 还有我们大家同心 其实很多第一次 这样撞在一起 我自己感恩的 那刚才你提到那个 诗诗记 对啊 整卷四世纪 神很同在 每一天都向我们说话 今次看诗诗记 二十一章圣经 我觉得 很多的开启 新的开始 可以这么说 是我过去这么多次 分享诗诗记里面 今次是 最摸到自己的心 我觉得摸到神的话 华语摸到神的心意 是 就是 亦都是很设立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对 我们要做很多决定 我们面对很多艰难 还有我觉得 我觉得今次的诗诗记 比我们这个世代 一个地缺定 就是解码 真的 我们现在的世代是怎样呢 看诗诗记 所以当我自己看完诗诗记之后 我的结论就是 那时国中无王 国人任意而行 其实国中无王 以色列国中没有王 他不是指说一个的皇帝 是指没有神 神其实是他们的王 对 但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 他们不知道神 所以国人就凭眼见 看到什么就去做了 国人用自己的眼睛来做决定 任意而行 这个是当时的世代 我觉得现在今代 这个世代越来越次 是这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再来听诗诗记 然后预备自己的心 还有我们现在也讲世界 也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根基 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真实 当我今次看诗诗记 真的看到 真是各人任意而行 是没有神 当然整个诗诗的年代 告诉我们知道 是他们不知道神的 但他们同时又在 都知道求问神的 第一章就求问神了 第一节 第二十章 二十一章 一开始 又是求问神了 就是说 从开始 那章 到最后那章 都是包住的 都是求问神 求问神中间所发生的事 这个改变了我以前的观念 我以为诗诗记的年代 大家都不求问神的 不祷告的 不敬拜神的 不是的 他们还在侍罗那里 每年去敬拜神的 对 就是说有宗教的仪式在 但是却是不知道神 却不认识神 这个就是问题了 对 是我们教会的问题 是今天 我们要面对的 各个教会的问题 所以原来我们都是在 给到 聚会 旋律 敬拜神 但是我们不知道神 神不在我们中间 所以今天的世界 各人任意而行 我们要负责任 我读诗诗记就有这样的领受 就觉得我们真的要 事实要禁食了 我们要讨告了 对 我们要认罪了 并且从我们开始 这个是昨天的 但到今早 在读针言三十章的时候 我觉得神又对我说话 原来针言三十章 是给两种的人 叫做乙铁 第二个就是乌甲 对乌甲 就是阿古尔的针言 是给乙铁和乌甲 乙铁这个字 在这一次 圣经出现两次 不过我们和学本 没有翻出来 就是这一切的话 是给乙铁 乙铁出现两次 乌甲是出现一次 是给乙铁的 甚至是给乙铁和乌甲 那么我自己这样看 这次圣经 我的神对我的说话 就是 我觉得我知道神 神已经来了 所以事实的说的 就是教会 很多人不知道神 空有宗教的表面 但是不知道神 但是我们六一知道的 嗯嗯 就是我是这么骄傲的 今天提醒我 原来我觉得自己是乌铁来的 但是呢 这里又说自己是乙铁 但是这里是乙铁和乌甲 乌铁就是那些 其实是很原始的人 贪饮贪吃的 是很血气的人 不认识神的人 那原来呢 那原来呢 这个真言是给这两类人 那但是我觉得神给我感动 不是这两类人分开 就是从乙铁去到乌甲 就是说呢 in between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里面呢 中言我说乙铁 我都是乌甲来的 嗯 就是说 啊其实这 我真言三十篇呢 就说我们不要自满 不要自以为知道神 不要自以为聪明 嗯 神对我说话呢 我要这样跟祂的话 未来这些事实祈祷呢 就不要觉得我们很有神 对 不要 我们要看到啊 原来我都很不认识神 鹰怎么在空中的飞 它的动 我不知道的 蛇怎么在盆石里走我 走哪条路 我不知道的 对 就 我不要看听别人 手工怎么住在上面 墙里面又住在皇宫里面 我不要小看它 我们真的很有限 我们真的有限 嗯 所以 又不要觉得自己情绪很好 脾气很好 嗯 其实你再捉一下它呢 它又会发出来的 是 最后那一字 扭鼻子会扭出血 是的 你捉个鼻子就会流血的了 嗯 你不要以为你捉你的情绪呢 它不会发出来的 嗯 我都有情绪 我都会爆发 我们都是 我要看到自己呢 很软弱 嗯 那我 很感恩 当我们要进入这四十日感识 我们跟从神 我们读领受完事诗记 神又再补一句 嗯 你不要以为自己 知道 知道我 其实你都不知道 对 你都是很初步的 对 我们 不要 看听别人 你都不要看高自己 不要自以为 不要自以为 已经有神了 对 这个是我现在的心态 对 我自己感恩的 神用他的话语 来带领我 叫我不要偏离去 继续跟从神 现在进入四十日感识了 我都是用这样的心态 神说你不要以为你知道我 其实你不知道的 你很开始的 对 我们很多的不足 很多的限制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是要一起谦卑 一起来寻求神 每一天以认识神 知道神为我们的目标 嗯 那鼓励我们弟兄姊妹 现在进入四十天进食的预备期 二月二十二号 我们就全教会 甚至联合香港的六一的分堂 都会进入四十天的进食祷告 我还有一句要补充 就是弟兄姊妹 当我们进入四十日感识祈祷 不要以为你就很有神 就已经神很 就是你里面就很满足了 很好了 其实不是的 终于在四十日感识里面 我们都是以铁和乌鸡 你可能都是乌鸡 不要看自己单单是以铁 我们要看到原来 真言对我说话 我要谦卑在神面前 继续的这样来跟他 对 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人 我们很需要神 所以我们预备起 就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来到神面前 承认自己的不足 我们认罪 我们来祷告 感谢神 那很高兴今天听到张牧师 又可以把 怎么从四世纪到真言 真言继续来提醒我们每个人 那也是提醒我们的生命 提醒我们整个教会 继续来跟从神 谦卑跟从神 谢谢大家收看 跟随神 那希望下周再见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